念国法则 真实不虚 善恶俘获 一切有己 名利知焉 避凶屈己 太上感应篇曰 祸福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又曰 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天道诱之 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 神灵谓之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心发一念 善恶尽皆知 有德行之人 总会躲过灾害疾病 遇难成降 高贵神亲 行善避瘟疫系列故事 瘟疫令人谈唬色变 但并非不可避免 下面 让我们一起来听几个小故事 目见一种 战胜瘟疫 东光南乡有位料信人 看到村周边有很多客死他乡 无人埋葬的遗骸 心生不忍 便召集全村百姓修建一种 安葬那些暴尸野外的尸骨 朴实善良的村民 一呼便应 与廖师一起修建一种 安葬遗骸 这一善举 一座便达三十年之久 雍正初年 东光温义横行 有天晚上 廖师梦见百余人站在其家门外 为首一人向前移步 抱拳鞠躬道 异鬼将至 恭请恩人明日起 尽快焚烧纸旗石余面 再用银箔和木刀柏鱼把 一并焚烧 五等将与异鬼一战 以报一村之恩惠 廖师梦醒后 随即依梦中人所言 制作刀戚焚烧 数日后某夜 村民听到四夜都有格斗 呼喊厮杀的声音 直到天民放昔 瘟疫过后 廖师所居村落 果然没有一人染上瘟疫 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真诚恭敬 鬼神都恭敬我们 你要得到天地鬼神的尊敬 一般这些灾难你就很少遇到 所以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沉静 这是好的 这是很重要的 不能不认真的去学习 也要愿一切众生有机缘遇到正法 时时刻刻提升修学的境界 我们的心量就脱开了 我们的忌妒 障碍自然就化解了 上镜下空 老法师 感恩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